点滴记录中国法治经常 今日说法 来去无踪影凶手 处乎意料的解释还魂 今日说法为你握出一个奇怪的汽油桶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2011年5月5日凌晨2点左右 山东省宜元县公安局110报警中心 接到了一个女士打来的报警电话 电话里说 她的丈夫在办公室发生了意外 人被烧死了 你好元阳玲 是我早 你先别哭 你先把事情跟我说清楚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危险 我对这电话讲的 怎么咋的就起了 我死了 这是一栋位于宜元县郊区的一栋三层楼房 案发地点就在这栋楼的三楼 是一家制衣厂 赶到案发地点的民警迅速封锁了现场 与此同时 负责现场勘察工作的技术人员和法医 直奔中心现场 那 already 他 da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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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G 好 好 我们到达香肠以后 一进门就闻到有个刺鼻的烟味 同时在地面上发现一具死体操纳人 死体一飞鸣大本没收到 全身大门的收场 面目全飞 改名就无法达到死者死去 中心现场是制衣厂的一间办公室 死者就是在办公室里被发现的 是你报警了吗 你是怎么发现死者 不是那是朋友家的小问题 去看一下这事 死者哪里是谁 就觉得是他 就是你被想 你为什么觉得是他 就看到那个神秘 一人搞过 能推进一些 就搞得了是他 我们这么大的神光 除了他还有谁 我又没家对了个人 报案人杜女士说 被烧死的人是他的老公 叫苏义法 也是这家制衣厂的老板 今年才33岁 杜女士说 当时她看见丈夫一个人 在办公室里玩电脑 并不着急睡觉 于是就回到了与办公室 相距十几米远的卧室里 自己先睡下了 睡觉以后听到喷一声 喷一声 他以为怎么回事 他又起来 一看在上面那个花崗 又跑过来 跑了一看 一躺在地上 身上就有花 杜女士说 丈夫苏义法在办公室里 有一台电脑之外 没有其他电器 所以她认为 烧死丈夫的火 应该是电脑爆炸引起的 但是 现场勘察的结果 却推翻了这个说法 这电脑没什么问题 还凉了呢 男生怎么过 做的花 电脑里的手油 那么当时我们想就想 是不是 电脑装入了 电脑装入了 不如下入了 咸肉也没问题 如果这个虾锅 都是蛮好的 没有短路的虾锅 所以反正不抽烟 这个办公室里 也没有其他能够 引燃火的东西 这就排出了 这个自然火灾这个情况 既然不是自然火灾 那么这场火 到底是怎么烧起来的呢 电脑没有爆炸 电线没有短路 这绝对不是一起 因为电路出现问题 而导致的火灾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在大屏幕上 这张照片 这是警方在现场 勘察的时候拍下的照片 这个门呢 已经完全脱离了门框 飞了出来 专家分析 这在现场 一定是出现了巨大的爆炸 造成的冲击波 才有可能导致这样的后果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段工厂的大门外面拍摄到的监控画面 我们看到在凌晨1点48分的时候 画面上突然出现了一道奇怪的闪光 专家分析 这就是爆炸造成的 而且爆炸的时间正好是凌晨1点48分和报案人讲述的湘本和爆炸地点也恰好就是苏义法的办公室 那么很显然在现场一定是有某种助燃剂在短时间内瞬间燃烧发生了爆炸 这种助燃剂到底是什么 找到它对于案件性质的确定 以及下一步侦破方向的确定都至关重要 为了查明起火原因 民警将死者身上的衣物残片进行了实验室分析 果然检测出了汽油成分 这证明现场燃烧的助燃剂就是汽油 警方一方面对现场展开进一步勘察 另一方面调取了工厂的监控录像寻找线索 而案发之前几个小时苏义法的一个举动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我们通过对中心现场进出口的监控 发现案发在前一天的下午 苏义法的老板会议法呢 骑着电动车出去回头 苏义法离开工厂的时间是5月4日晚上19点33分 8分钟之后19点41分的时候 他又骑着电动车返回了工厂 这个时候距离案发还有6个小时左右 这个电动车的框子里有一个桶装的物品 结合了中心现场 我们会以后汉义人士去打了一桶气 苏义法在案发之前离开工厂 这近10分钟的时间里究竟去了哪里 他真的去买汽油了吗 于是民警根据苏义法的出行路线 调取了沿途的监控录像 在电动 对 苏义法关了 骑着电动车 发现了这个苏义法骑着电动车 在离他这个厂子非常近的一个加油站 够没了一桶气油 这个加油站距离苏义法的工厂只有几百米远 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反映 当天晚上苏义法确实向他们购买了一桶汽油 监控中能够清楚地看到苏义法买了一桶汽油 19点41分的时候他回到了制衣厂 这虽然解释了火灾现场汽油的来路 但是同时也让民警产生了新的疑问 苏义法本来是为农民 但是靠着双手打拼拼拥有了自己的制衣厂 发家致富了 在当地也小有名气 经过调查 警方发现 制衣厂最近一段时间的确经营不善 欠下了大量的债务 除了银行的贷款之外 还有不少的民间借贷 数额达一百多万元 罪法他老婆也告诉我们说是 在安法院那段时间这里 上面突然也特别多 罪法还一场冲 冲得上 有时候冲得往后受不了脚 这话说了 人费在冲 也是白料 罪法他老婆和他三母娘 都因为是罪法 因为这个原因是得傻 我们虽然当时不能拍出 但是也比较清楚 罪法是得傻 这个当我群之后 受了之后的群通 警方了解到死者的妻子 也就是报案人杜女士 当时怀有身孕 按常理来讲 当时人不太可能会选择 在那个时候去自杀 难道他不想看着自己的孩子出事吗 为了保证这个案件的侦破 能够严谨 警方决定 等尸检报告出来之后 再做讨论 颈部肌肉明显出血 并伴有窒息症状 这说明死者生前应该受到了暴力侵害 而随着进一步的尸检 法医又有了新的发现 不许多年 不得发现任何 杨毁等想象 因此我们的年 死者应该是 在警察多数 为了保证之期后 没死 根据尸检报告的结论 苏义法死亡案件的性质 由自杀变成了他杀 那么 是谁杀害了苏义法呢 案件的性质 发生了重大变化 警方的侦破思路 也随之转变 技术人员 再次来到了中心现场 寻找新的线索 打天晚上 有四个人有坑洞座 七成三个人 所以否定远末 和否定两个拱刃 住在董寿 但是这三个人 要向当道中心想象 必须经过 怪交出那个闷 而这三个人 就没有怪交出这个门的钥匙 所以说 他仨没有作案的可能性 就过不来 对 而苏义法的老婆 就住在这个地方 离中心想象 到约就是十来迷的距离 而苏义法 而且苏义法的老婆 又有中心想象的钥匙 所以说苏义法的老婆 有作案的可能性 警方查明 出事的当天晚上 只有苏义法的妻子 有条件进入案发的中心现场 但是 他真的有作案的可能性吗 苏义法的妻子 怀有身孕 而苏义是身高一米八 左右 他妻子能单独一个人 勒死一个 成年的男人 这个可能性也非常小 因为从现场看 并没有搏斗的可能性 所以说 苏义妻子作案的可能性 也应该排除 这个时候 负责排查监控录像的民警 发现了新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吊血 前一晚上 所以把长门口的监控 我们看到隐约档 两个人 以前以后 前面这个人 就是苏义法 然后后面这个人 带着眼神魔 看不清楚 为了看清楚陌生男子的相貌特征 民警调取了另外一个角度的监控探头 虽然看不清楚这个人是谁 但是我们可以从画面当中 可以推荐出 这两个人应该是关系不错 互相认识 两个人一块进入这场里边 苏义法的工厂 进出直流这一个门 但是在监控录像中 警方只发现了 带牙神魔男子 跟随苏义法进工厂的画面 却没有他离开工厂的画面 苏义法没有出来 是因为他烧死了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人 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呢 一直搞不明白 监控显示 苏义法和陌生男子 回工厂的时间 是5月4日的22点10分 也就是在苏义法 买回汽油的两个半小时之后 再过三个多小时 就会发生一起 杀人焚尸的案件 难道是画面中 戴牙神帽的陌生男子 杀了苏义法 并用苏义法买回的汽油 制造了燃烧现场 显然这个戴牙神帽的男子 有着重大的作案嫌疑 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 凶手作案之后 是通过非正常途径离开的 警方发现 工厂背面的栅栏外 是一片杂草丛生的树林 凶手会不会从这里逃离呢 警方在工厂栅栏外 进行排查 果然发现了一枚清洗的脚衣 经过分析 现场发现的足迹 所反映出来的身高等体貌特征 与监控中戴牙神帽男子极为相似 很有可能戴牙神帽的男子 就是凶手 作案之后 翻越栅栏 逃离了现场 沿着足迹的指向 警方对这片树林 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 遗憾的是 当跟随到一片玉米地的时候 足迹消失了 在这个淘宝方向上进行搜索 在离安法县城 北边的路边 找到了这个 城装汽油的桶 通过对汽油桶指纹的提取 警方却只发现了死者 苏义法的指纹 这恰好证实了 苏义法自己买汽油的事实 但为什么汽油桶上 没有凶手的指纹呢 汽油是苏义法自己买的 难道是他要请别人帮忙自杀吗 一位勘验人员在现场 找到了一顶棒球帽 并从帽子里找到了一根头发 这个帽子呢 和这个监控中显示着 戴着帽子进入现场的那个人呢 所戴的帽子是一样 是一致 如果是他杀的话 不外乎这么几种情况 劫财 仇杀 或者是情杀 经过警方的调查 苏义法没有感情的纠葛 而且在现场看不到暴力入侵 劫财的倾向 苏义法的手机 电脑都在 那么只剩下一种可能就是仇杀 如果是仇杀的话 警方认为苏义法的那些债主们 有可能作案 我们对所有的这些债主进行了批诈 有一个人 对阿拉乡 平凡的想对方 退财 人家退得特别厉害 更关键的是 这个人掌握的提摩特论 和江总乡 所发现的能力 对保持某人家 都特别吸引 这些人家 有重大掌握相应 然而当警方找到这名债主的时候却发现 案发当天 这名债主在外地出差 并没有做案时间 那么到底是谁杀害了苏义法 并制造了燃烧的现场呢 然而结果 还是让警方失望 所有的人都反映 当天晚上没有听到打斗求救等异常的声音 但是有人随口说出的一件事 却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邻居们都普遍反映了 苏义法这个人为人非常好 都说苏义法这个人死了挺可惜的 所以这几年一直都不是很顺 去年的时候出了一场车祸 腿做过手术 应该是还留下了一个把 当时一听这个 他那个志工这样甩以后 他就非常正义 中方小准强 当时阿信汇总的时候 这个发一几 举指标已经简单出 没有甩出这个腿上又拔这个事 死者的腿上没有拔 而苏义法的腿上就拔开 那说明死的不是苏义法 那不是苏义法 那死的是谁呢 警方经过多次缜密的信息和证据分析 最终确定 中心现场的死者不是苏义法 而是跟随苏义法一同进入工厂 头戴棒球帽的男子 苏义法为什么要杀人 被杀的这个到底是谁 为什么杀人之后苏义法要焚尸 苏义法到底是要掩盖什么呢 戒时还魂 此死者非彼此者 此则就是在猫着那边 杀人纵火 谜案背后另有阴谋 面对 从树海上变成做案 一个奇怪的汽油桶 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这家人好使用 那这车上 警方分析 既然是苏义法将死者约到了工厂 那说明他们之间不仅认识 还有一定的联系 于是警方提取了现场遗留的苏义法的手机 那边有这个电话号码记忆一下 好 第一个这个有名论 好 那这个下一个 我们就对这个 苏义法 在安法签 一整天 所有的通话记录 已经调取 调取了以后 按照上面的电话号码 注意 做到 见人在面 在其中发现了 有一个人始终联系不少 电话处于关机状态 这个人 这个电话的机主 就只有可能是否者 通过调查 这个唯一不能打通电话的号码机主 叫王建国 山东诸城人 李毅 无子女 父亲扫事 母亲六十多了 靠做销售员为生 显搜住在资博市的林资区 这样我们就 把这个王建国 他母亲的电影 拿到视觉 和这个四者的电影 进行逼对 一逼对 果然 这个死的这一个人 就是王建国 于是 遗员警方 一边把苏义法 列为网上追逃的对象 发出了协查通报 另一方面 也加紧寻找苏义法的下落 而此时 技术人员 对于苏义法 遗留在现场的电脑 进行了分析 他们又发现了新的情况 我们通过查看苏义法 的流程进入 发现 苏义法被安排 曾多次与青岛一家美容医院 进行美容方面的课计和联系 医院警方 立即赶到了青岛 找到了苏义法 频繁联系的那家 整形医院 果然在监控录像中 他们发现了苏义法 我们可以看到 是一年的5月5号 下午15点左右 有时在案发后的适当小事 苏义法已经从医院 去了请到苏义法 这个人就是苏义法 他来到整形医院的厂材 有课计相关整形的事情 他的要求是 要做整个面部的整容 就是要整到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样我们那个 进行转家收获 经过5天的守候 5月20日 这一天 苏义法果然在整形医院出现了 你为什么要上网点火 因为在我经营工厂期间 缠下了很多的高领带 可是也放不上 他们追着我与姐 逼着我吧 想脱山 想找一个人来代替我 让他来代替我消失 死掉 之后吧 我就是说 出去远走他乡 我散了一圈 是觉得他跟我 题目特征都差不多 而且我们两个是比较好的朋友 因为我 让他来找我的话 他肯定会过来 而且他对我们有太多的防备之心 苏义法交代 他为了躲避寨主的崔寨 决定导演一出 戒时还魂的好戏 于是就去加油站 买了一桶汽油 然后电话约王建国来工厂玩 两个人在工厂聊天到了深夜 趁王建国睡着了就将他勒死 之后焚烧了现场 又跳出了围墙 逃到了青岛 制衣场爆炸案真相大白 王建国死在了好朋友苏义法的手里 这样的事实 不仅让王家人难以接受 连苏义法怀有身孕的妻子 也无法接受 由于过度的悲伤 导致了他的流产 而他们共同打拼建立起的制衣场 也随之倒闭了 为了躲避债务而杀人 苏义法不仅毁了自己的家庭 更毁了王建国的家庭 苏义法精心设计 绞尽脑汁 创造了这样一整套的作案的方案 自以为天衣无缝 但最终逃脱不了警方的法院 目前法院正在对此案进行审理 不管最后惩罚的结果是什么 我想它都应该是苏义法最初 在作案的时候就应该料到 法网安逃 感谢您关注本期今日说话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 综合频道第一套节目 为您带来的其他节目 明天更一时间 今日说话 再见